接下来带您来参加古山高中学生活动中心的落成典礼 古山高中新建学生活动中心 高雄市教育局长范讯律主持启用典礼时 期许成为与社区艺文运动展演的财山新天地 同时圆亨市的捐赠提升活动中心音响设备 古山高中是在民国46年创校 所以他创校以来就有很多发展重点 所以当时在争取建设的时候 第一个选择的是举重馆 举重馆完成之后 其实社区跟学校一再反映说缺一个学生活动中心 所以教育局给予他很多的支持 市府也愿意说给他规划一个好的回路中心 所以这个活动中心的完成 他不只是说给古山高中 同时也给社区也给邻近的中小学 都可以利用完善的设施力 进行很多艺文表演活动 还有大型的集会 所以在今年刚好古山高中要满60岁了 所以去年动土的时候我们就说 今年要送他一个大礼 让他60岁的时候学校更加完备 那我们今天也很高兴看到第八任的校长 就是庄福泰校长 由瑞祥高中的教务主任来接任 那庄福泰校长呢 其实在整个高雄市或者全台湾都知道 他的新克纲上面的这个用心 因为古山高中 其实跟永恒师是敬营 那当然他们今天有这个活动 我们也应该要去支持他们 然后让他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活动中心 然后能够让这里的学生 能够得到更安稳的有这个学习的这个空间 我们古山高中他去这个活动中心 他的观众作用有够多 怎么说的 对校 这些学生对校 对这附近 尤其对我本地 我们政典的本地 到附近地 有什么情形 有什么有需要 我们的活动中心 我们可以拿那个古山高中可以成座 可以赶紧 这计划带来这附近的计划方便 就以前我们学生 于是我们古山高中的学生 我如果很不方便 如果刚刚毕业电力 或是要用一个什么活动 不方便 如果刚刚刚想到整几天 落后 学生了 就没办法 所以说 毕业电力都在大英国工 做活动中心 所以说这位这样做的 这个康校长 他在政策 这期这个活动中心 真好 他真有用心 所以我们这些都会配合 对这些学生的改好 这家里有一个方式 就是这个政策 活动中心的启用 提供学生活力多元 创意发展的安全活动场域 希望与社区一起携手共融 十方新闻 王天伦 郑正正浦 高雄采访报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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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